这是犀牛桑迪 这头白犀牛很不简单 它曾惨遭偷猎者的毒手 偷猎者用麻醉枪将它击倒 然后又斧子连脚带脸都砍了下来 就是为了获得它的脚 尽管桑迪经历痛苦和多次手术 但它活了下来 为了帮助更多的犀牛生存下来 结束残忍的犀角交易 请不要购买犀角制品 因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感谢观看